期待 海洛市官旅局長率領 多位衝浪教練高舉 首版為2023風轉大安活動 賣力宣傳 但8號活動開跑當天 走一趟大安兵海樂園直擊 一個上午游客不到50人 你來這邊是跟平常周末一樣 對 如果路就進來 所以完全看不出來 這邊要辦活動 對 路轉 我以為這邊有風箏 你是看到網路上面的宣傳 對 周末假日整遍海域 只有一人玩風箏 衝浪還有少數親子家庭出遊玩沙 官旅局樂觀喊出 系列活動將湧入25000人次的目標 想達成恐怕有難度 官旅局常常掛在嘴邊 北福隆 南墾丁 中大安 但這個大安永遠在你們 不在意 反正我有做就好 這個做就是應付 大地名代指出 但水質不穩定 大腸桿郡十二符合 十二超標 讓不少家長忘職卻步 再加上今年6月18歲 高東生不幸溺斃 讓大安的水域安全問題引發關注 在驅趕遊客 那個勸導的力度呢 要再加強一點 就是說以前是好員相勸 現在是會強烈的要求他不要再下水 覺得兩位的人手是夠的嗎 平常是夠啦 那假日的話就不夠 選在浪況變得較強勁的秋天登場 但人潮卻不如預期 加上大安海水域廠位處偏僻交通不便 周遭景點少 雖然台東市府基礎一系列活動積極宣傳 但連攤販都只有一攤 人氣比東北氣風還要冷 周邊沒有一些可以串聯的一些景點嘛 就只有這個點所以比較難起來了 觀禮局風管所今年已向中央爭取 新台幣3000萬元辦理大岸冰海 觀光路廊整合優化工程 最根本的水質問題 以及溪水安全沒有獲得改善一天 市府辦活動只是治標不治本 對當地觀光發展難有實質幫助 近四年黃敬軒是請教授